妈祖联教上午8点多抵达彰化园林福宁宫 比预定时间晚了将近4个小时 联教绕过排队人龙临时取消钻教底 过了 结果排队了 排很久了 大概有 半左右排到现在 民众清晨6点多就来排队等钻教底 队伍绵延一公里 但绕境队伍为了赶路 只好临时取消钻教底 不过出了市区之后就马上开放 而第一天就跟着妈祖的信仲 也趁休息空档 找医护人员处理疼痛的双腿 另外还有信仲祈求考试顺利来求文昌笔 甚至拿整合的笔请求加持 希望怎么样 希望考得好的大学 好的大学啦 因为想说大家小朋友考试 不可以成绩好一点 疫情趋缓 大甲妈绕境三年来 首度开放钻教底 随乡信仲大增 而周五彰化气温接近三十度 对绕境信仲是一大考验 整楼发心 爱心别人 所以如果贴人就把你抓紧到头了 所以说我们的沐浴车 也整楼都倒掉 为了改上行程 软校顶着高温加快速度 预计晚间九点 驻驾云林西罗复兴宫 我是新华总 佳光谢综艺 江华报导 哈喽 我是叶鸣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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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明镜与点栏目